香港立法会议员联署弹劾行政长官梁振英议案 虽然最后仍然遭到否决 不过针对亲共团体在香港闹事中心 挂满污蔑法轮功横幅 激起香港市民的不满 惊奇三首次有犯民主派议员在立法会上提出质询 要求港府当局立即拆除这些非法横幅 人民力量议员陈志全指出 最近香港邮金网地区出现亲共团体悬挂大量横幅 引致不少市民投诉 要求当局执法轻差 实务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承认 这些属于非法横幅 但就指执法虚实 议员表示不满 众所周知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是铺天盖地 无法无天 是妖民 已经成为香港一个奇境 局长回答说 这些华雅是未经批准的 那为什么不执法 整个油尖和香港挂得满了 那些反法轮功的标语 全部都非法的 对于亲共议员声称要当局执法 就要一起拆除法轮功学院的横幅 黄云民直斥 整个布局都是中共的阴谋 你们这一帮所谓反法轮功的 或者反那些 香港现在这些挺良那些组织 全部都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来的 那现在你如果 变成出现一个吊诡一个两难 你要拆这些的呢 就要拆法轮功那些了 那也都是他的阴谋来的 他呼吁香港人一定要站出来 抵抗中共黑手亲港 支持法轮功的表达自由 就是共产党这只黑手干预香港的 就是全方位干预香港的政治 他已经去到一个巨细无为的地步 好像当年文革那样的了 今天你不支持法轮功 有朝一日 你跟法轮功一样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